这是一部豆瓣70%差评 好评只有10%的电视剧 讲述了一个恋爱脑和大渣男的爱情故事 可就是这么一部电视剧 却成为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当年最喜欢看的电视剧 那么这部薛平贵与王宝川到底有何魔力 能让老一辈人喜欢看呢 接下来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电视 故事发生在唐素宗年间 刘毅将军带领三军大败西凉凯旋而归 唐素宗龙颜大悦 出城靠赏三军 两位爱妃前来送行 唐素宗龙走前给怀孕的刘飞留下了一块玉佩 作为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随后唐素宗便出城去了 可皇帝前脚刚走 于飞后脚就是绊子 让刘飞刷了个跟头 导致他早产 在叶公公的祈祷下 刘飞生下小皇子 然而得知这个消息的于飞却感到非常不开心 若是他日暮凭子贵 那自己的地位肯定不保 一旁的小太监出了一个狠毒的主意 趁皇上不在宫中 一不做二不休地弄死小皇子 刘飞得知于飞想要杀害自己的儿子 便立刻让叶公公护送皇子逃离宫廷 然而 由于刘飞刚刚生下孩子身体虚弱 无法行动 只好选择留下来面对于飞 在离开前 他将皇上赐给他的玉佩 交给了叶公公 并在孩子的后背上刻下一个瘟字 以便证明这是自己的孩子 不久之后 于飞带着手下闯进了刘飞的住所 逼问皇子的下落 为了保护孩子 刘飞最终选择牺牲自己 刘飞的突然死亡 让于飞感到有些惶恐不安 一旁的公公提一点火焚烧宫殿 以掩盖刘飞死亡的真相 这样一来 就算有人怀疑刘飞的死因 也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于飞听从了公公的建议 随即放火烧了宫殿 第二天 皇帝回到皇宫 看到还在燃烧的宫殿 感到十分心痛 于飞装出一副哀伤的样子 假惺惺地告诉皇帝 刘飞的寝宫被雷劈了 引起了火灾 他自以为这个借口十分天衣无缝 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但是 当士兵在废墟中搜寻时 他们发现了刘飞身边的宫女春兰 而他奇迹般地幸存下来 这个发现令人震惊 也证明了于飞和公公的阴谋 而刘飞正是大将军刘毅的妹妹 于是于飞和公公就被皇帝交给刘毅处置 皇帝从春兰口中得知 叶公公带着皇子逃出宫 就下令粘贴皇帮把叶公公和皇子找回来 此时留意将军却突然脑洞大开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担心于飞娘娘的党羽会害皇子 建议皇上把皇帮改成通缉 不成想这个建议弄巧成拙 逃出皇宫的叶公公看到通缉令后 觉得于飞奸计得逞 更不敢回皇宫 直接带着皇子逃出了京城 可刚出京城就遇到于飞弟弟派来的杀手追杀 好在一个薛大侠出手打跑了杀手 可叶公公也已经就剩一口气了 他将小皇子托付给薛大侠 薛大侠就把小皇子收为一子 取名薛品贵 不久之后 薛大侠的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薛小琪 然而 不久之后夫人便过世了 留下了薛大侠一个人独自抚养着兄妹俩 他不仅养育他们 还传授给他们武艺 经过多年的修炼 薛品贵的武艺更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 妹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他们不是亲兄妹 所以对薛品贵的感情也比较特殊 大哥 吃饭了 另一头 王允是当今的丞相 他家里有三个女儿 王金川 王银川和王宝川 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已经出嫁了 只有王宝川还未嫁人 王宝川的大姐和大姐夫非常疼爱他 但是他的二姐王银川却以克伯而著称 王银川的丈夫是魏虎 他有一个亲弟弟魏豹 为了让魏豹和王宝川在一起 王银川居然让魏豹蒙面绑架了王宝川 并对他进行了非礼 王银川认为 这样一来 王宝川就再也没有人会愿意娶他了 只能说这二姐做事真是恶俗至极 话说魏豹对待这么年轻的妙龄少女也吓得了手 可是他没有料到 就在他准备下贤猪手时 会出现一个薛品贵 两人打得是难分高下 见吃吃没人动手非礼自己的王宝川醒了过来 他被眼前这么暴力的画面吓到了 不慎掉入河中 薛品贵健壮 立刻打跑魏豹 然后跳下水里就起王宝川 接着两人就躲在山洞里烤衣服 你别过来 别过来 你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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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